同志们 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首都人民大会堂 隆重举行追悼大会 极其沉痛地 悼念 敬爱的江泽民同志 此时此刻 大江南北 长城内外 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 启示业单位 乡村 学校 部队 街道社区的 广大人民群众 我国驻外食领馆 及其他驻外机构 人员 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 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 和台湾同胞 以及海外侨胞 也都同我们一道 深切缅怀 江泽民同志的 丰功伟绩 和崇高风范 丰功传 寄托 我们的 哀思 全党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 为失去了江泽民同志 这样一位 伟大人物 感到 无限 悲痛 世界各国人民 各国领导人 和各方面 国际友人 也表示 深切哀悼 江泽民同志 是全党 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 公认的 享有崇高威望的 卓越领导人 伟大的 马克思主义者 伟大的 无产阶级革命家 政治家 军事家 外交家 久经考验的 共产主义战士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 杰出领导者 党的第三代 中央领导集体的 核心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的 主要创立者 我们爱戴 江泽民同志 怀念 江泽民同志 是因为他 把逼生心血 和精力 都献给了 中国人民 为争取 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 和实现 国家富强 人民幸福 鞠躬尽瘩 奋斗终生 特别是 党的十三届 四中全会 以后 十三年 党和国家 取得了 巨大成就 同江泽民同志的 雄才大略 关键作用 高超政治领导 艺术 是分不开的 江泽民同志 为党和人民 建立了 不求 功训 赢得了 全党 全军 全国 各族人民 忠心爱戴 和国际社会 广泛战役 同志们 朋友们 江泽民同志 从青少年时代起 就立志 追求真理 积极投身 人民革命运动的洪流 他是 江苏省 扬州市人 1926年 八月出生在 爱国 知识分子家庭 从小接受 爱国主义思想 和民主革命思想的 启蒙 1943年 冬 他参加了 中共地下党组织 领导的 爱国进步学生运动 1946年 1946年4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此 把逼生精力 献给了党和人民 新中国成立后 江泽民同志 先后 在企业 科研单位 国家部委工作 在每个岗位上 他都尽职尽责 艰苦努力 把火热年华 献给了 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事业 在改革开放方面 做了大量 开拓性工作 在党的十二大上 他当选为 中央委员 1985年后 江泽民同志 任上海市市长 上海市委副书记 书记 他领导制定 上海经济 发展规划 和城市建设规划 提出 在二十世纪末 把上海建设成为 开放性 多功能 产业结构合理 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先进 具有高度文明的 社会主义 现代表达 现代化城市的发展 现代化城市的发展方针 强热把浦东建设成为 国际化 枢纽化 枢纽化 现代化的世界 一流新市区 积极推进 为民办实事 制度化 为开创上海 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 新局面 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党的十三届 一中全会上 他当选为 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9年 春夏之交 我国发生严重 政治风波 江泽民同志 坚决拥护和执行 党中央关于 旗帜鲜明反对动乱 捍卫社会主义国家 政权 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 正确决策 仅仅依靠广大 党员 干部 群众 有力维护 上海稳定 同志们 同志们 三届四中全会上 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同年十一月 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 决定 决定他为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主席 形成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 党的第三代 中央领导集体 江泽民同志担任党和军队主要领导职务之际 我国正面临外有压力 内有困难的严重时刻 可谓临危寿命 江泽民同志 坚定表示 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 我一定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 国际国内 发生严重政治风波 世界社会主义出现 严重曲折 一些西方国家 对中国进行所谓制裁 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面临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 在这个决定 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 江泽民同志 带领党的中央领导集体 仅仅依靠 全党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 毫不动摇 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旗帜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 坚决开展 治理整顿 全面加强意识形态工作 深入开展 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 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积极展开外交斗争 坚决维护国家的独立 尊严 安全 稳定 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事业 经过艰苦努力 党和人民 成功稳住了改革发展大局 为我国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 到党的十六大的十三年中 国际形势风云变幻 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进程 波澜壮阔 在国际国内十分复杂的形势下 江泽民同志 带领党的中央领导集体 高举 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伟大旗帜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不动摇 仅仅依靠全党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 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他提出 抓住机遇 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 促进发展 保持稳定的 基本方针 全面阐述了 正确处理 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中的 十二大关系 深化了我们 对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 规律的认识 强调 抓住机遇 而不可丧失机遇 开拓进取 而不可应循守旧 领导我们制定和实施了 促进改革发展稳定的 一系列方针政策和重大战略 他领导我们 确立了党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基本纲领 为我们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提供了 有力指导 他领导我们 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 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 共同发展的 基本经济制度 和按捞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 并存的分配制度 锐义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 文化体制改革 和其他各方面改革 他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 进行了前瞻性的战略思考 强调 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 集中力量 全面建设 汇集十几亿人口的 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他强调 财大才能弃粗 落后就要挨打 必须把发展 作为党执政新国的第一要务 聚精会审搞建设 一心一意谋发展 他提出 坚持引进来 和走出去相结合 以改革 以开放 促改革 促发展 领导我们 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 形成对外 开放新格局 他领导我们 发展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 实施 依法治国 基本方略 发展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 实现香港 澳门 顺利回归 推动两岸双方 搭乘体现 一个中国原则的 九二共识 有力开展 反分裂 反台独 重大斗争 他始终以宽广的 世界眼光 洞察世界形势发展 总趋势 提出一系列 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 积极推动 世界走向多极化 推进国际 国际关系 民主化 尊重 世界多样性 推动 成立上海 合作组织 领导我们打开 外交工作 新局面 他强调 治国必先治党 治党务必从严 强调 讲学习 讲政治 讲正气 提出推进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程 强调解决好 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两大历史性课题 坚定不宜推进党风 连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 昂扬锐气 浩然正气 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 和纯洁性 他领导我们 正确处理 改革 发展 稳定关系 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 取得 举世瞩目的新进展 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推向21世纪 江泽民同志 江泽民同志 深刻洞察 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趋势 主持制定了新十七军事战略方针 强调 强调推进 中国特色军事变革 坚定会走 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 加强 加强人民军队 革命化 现代化 正规化建设 他强调 我这些年 集中精力 抓的问题 一言以蔽之 就是 我军 能否 打得赢 不变质 他强调 要毫不动摇 坚持党队 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部队要做到 政治合格 军事过硬 作风优良 纪律严明 保障 保障 有力 拥保 人民军队 兴致 本色 作风 把军事斗争 准备的基点 放到打赢 信息化条件下的 局部战争上来 加快 加快 加快国防 和武器装备发展 他做出 军队 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 必须彻 必须彻底 停止 一切经商活动的 战略性决策 在江泽民同志 亲自领导 和大力推动下 我国国防和军队 现代化建设 取得了巨大成就 江泽民同志 坚持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 尊重实践 尊重群众 围绕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个主题 提出了一系列 新思想 新观点 新论断 为坚持和发展党的 基本理论 基本路线 基本纲领 基本经验 做出了 杰出贡献 特别是他 集中全党智慧 创立了 创立了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进一步回答了 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 的问题 创造性 回答了 建设 什么样的党 怎样建设 党的问题 深化了 深化了我们 对新的时代条件下 推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 加强党的建设的 规律的认识 以新的思想 观点 论断 继承 丰富 发展了 马克兹 电影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 以后十三年中 江泽民同志 领导我们 从容应对 一系列 关系我国主权 和安全的 国际突发事件 战胜 在政治经济领域 和自然界出现的 困难和风险 特别是领导我们 成功抵御 亚洲金融危机冲击 战胜 1998年 特大 洪涝 灾害等 保证了 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航船 始终沿着正确方向 破浪前进 江泽民同志 江泽民同志 高度重视 事关党和人民事业的 重大战略问题 在筹备党的十六大期间 他主动提出 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 并从中央委员会 退下来 以利于促进 党和国家高层领导 辛劳交替 党中央同意了 江泽民同志的请求 2004年 他又主动提出 辞去他担任的 党和国家 中央军事委员会 主席的职务 充分体现了 他对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的 深谋远虑 从领导改为上 退下来以后 江泽民同志 坚决拥护和支持 党中央工作 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事业 坚定支持 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 2006年 江泽民同志 亲自主持编辑 和诸篇审定 江泽民文选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为我们继续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事业 和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程 提供了重要教材 江泽民同志 在长期革命实践中 锤炼出来了 鲜明的革命精神 和革命风范 江泽民同志 目光远大 审时 夺势 总是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 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 观察和思考问题 不断推进 理论创新 和其他各方面创新 江泽民同志 信念坚定 处事果断 总是把党和人民 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 始终不渝 坚持共产党人的理想 信念 在关键时刻 具有做出 国感决策的 非凡战略 和进行理论创新的 巨大勇气 江泽民同志 尊重实践 与时俱进 总是紧紧把握 时代发展 卖国 和契机 坚持从党和人民 活生生地实践出发 总结经验 寻找路子 脚踏实地 而又开拓进去 推进党和国家 各项工作 江泽民同志 尊重群众 关心群众 总是高度 关注 人民群众 安危 冷暖 依据最广大 人民根本利益 来检验 和推动工作 江泽民同志 的革命精神 和革命风范 永远铭刻在 我们心中 永远教育和激励 我们前进 江泽民同志 的世事 对我党 我军 我国 各族人民 是不可 估量的损失 党中央 号召 全党 全军 全国 各族人民 化悲痛 为力量 继承 江泽民同志 的一致 以实际行动 表达我们的 悼念 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道路上 不断谱写 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 新篇章 马克思主义 是我们立党立国 新党新国的根本指导思想 江泽民同志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财富 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他表示 我提出这个问题 是经过了 常时期思考的 三个代表的思想 不是凭空产生的 而是 我们13年来 理论和实践上 不断探索和开拓的结果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是党 必须长期坚持的 指导思想 新征程上 我们一定要坚持把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 坚持一切 从实际出发 不断回答中国之问 世界之问 人民之问 时代之问 始终保持 马克思主义的 蓬勃生机 和旺盛活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 是党和人民事业 风雨无阻 向前进的根本保证 江泽民同志 语重心长地说 我作为一名 老共产党员 真诚地希望 全党同志 特别是中央各位同志 时时刻刻 把党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 时时刻刻 在各项工作中 自觉坚持和维护 党的领导 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的 希望所在 信征程上 我们一定要保持 赶考的清醒和坚定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不忘初心使命 勇于推进自我革命 确保党在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历史进程中 始终成为 坚强领导核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是当代中国大踏步 赶上时代 引领时代发展的 康庄大道 2001年 江泽民同志 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八十周年大会上强调 八十年的实践 岂是我们 必须坚定不移 走自己的路 这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 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 新征程上 我们一定要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党的基本理论 基本路线 基本方略 坚持自信自强 守正创新 在自己选择的正确道路上 昂首扣步走下去 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人民是决定 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 根本力量 江泽民同志 对人民 无限忠诚 心中 始终装着人民 他提出 要以人民群众为本 反复强调 最大多数人的利益 是最紧要 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观点 必须不断实现好 维护好 发展好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信征程上 我们一定要坚持 人民至上 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 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 发展全过程 人民民主 始终保持 同人民群众的 血肉联系 始终同 人民 同呼吸 共命运 新联系 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 取得更为明显的 实质性进展 改革开放 是决定当代 中国前途命运的 关键一招 江泽民同志强调 通过理论创新 推动制度创新 科技创新 文化创新 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 不断在实践中 探索前进 永不自满 永不懈怠 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 治党治国之道 新增成上 我们一定要准确实变 科学应变 主动求变 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 全面推进改革开放 不断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 不断赢得优势 赢得主动 赢得未来 中国的发展 离不开世界 世界的繁荣 也需要中国 江泽民同志强调 我们必须顺应历史潮流 推动建立 公正合理的 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争取长期和平国际环境 全面维护我国 国家安全和利益 不断为人类和平 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征程上 我们一定要坚持 胸怀天下 高举和平发展 合作 共赢旗帜 弘扬全人类 共同价值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 推动建设 新型国际关系 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 携手前进 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 是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人民不可战胜的 强大精神力量 江泽民同志强调 我们党 正在领导人民 进行建设 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伟大斗争 不可避免会遇到 许多复杂情况 国际国内的严峻形势 和不同社会制度 不同思想体系的对立和斗争 经常考验着 每个党员 要有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心中城上 我们一定要保持指争朝夕 奋发有为的奋斗姿态 和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争精神 掌握 历史主动 增强 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的志气 骨气 底气 不信邪 不怕鬼 不怕压 全力战胜 前进道路上的 各种困难和挑战 同志们 朋友们 江泽民同志 同我们永别了 他的英明 业绩 思想 风范 将永载史策 世世代代 明刻在 人民 心中 全党 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 要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党中央周围 出力奋法 永逸前行 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团结奋斗 江泽民同志 永垂不朽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散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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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珠公